嗨,我们又来冠维学长陪你学啦 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很有趣很重要的题目 叫做鸡兔同龙 为什么说很重要呢 原因是因为它不好算 但是为什么它很有趣呢 因为啊,平常你会真的看到鸡跟兔子在同一个笼子里面吗 所以如果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就想说我干嘛算它 三只兔子跟两只鸡的角的数量比五只鸡的角数量多多少 平常我干嘛算这件事情 那今天我的重点不是要教大家算 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影片 像军医上这个吕恩佑老师的影片很棒 大家可以去看 我想让大家知道的事情是鸡兔同龙 还是很有意义的 为什么呢 因为啊,其实整个鸡跟兔呢 跟我们在谈什么 鸡有两只脚,兔子有四只脚 那我们跟这个半票跟全票的票价 就是有一点点像 鸡的角比较少嘛 兔子的角比较多 那半价的票价比较少 那全票的票价比较高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门票 门票的部分 我们以台北市立动物园为例 基本上呢 国小到高中生就是半价 优待票三十元 那如果是一般的大人的话 诶,就是六十元啦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会有一些情境 比如说今天如果 爸爸妈妈带着三个国小的 这个孩子呢 去动物园的话 那我们可以说什么呢 这样的状况叫做两个大人 好 然后呢,加上三个小孩 诶,可是如果今天爸爸妈妈没有空的话 他请旁边邻居的这个两个高中的哥哥姐姐 带三个国小的小朋友去的的话 那这个时候是什么呢 虽然哥哥姐姐比较大 但是其实从门票的角度 他们还是 呃,这个优待票 就两个小朋友 然后再加上三个小朋友 那你就发现票价就会不一样咯 诶,其实怎么样呢 让哥哥姐姐 去带三个这个国小的小朋友 是比较便宜的 因为这边就是五个小朋友 五三是多少 十五 所以这边是一百五十元 那两个大人的话是一百二 再加上三个小孩九十 这边是两百一十元 所以你就会发现 其实整个票价呢 是差了 差多少 是差六十元 那在这样子的状况下 你其实也有另外一种思考的角度 是什么呢 就是我先都不看三个小朋友 因为这三个小朋友的票价 一定一样嘛 不管它是多少钱 那我只要看 大人比小孩多多少钱 一个人多多少呢 一个人多三十元 所以呢 既然一个人多三十元的话 两个人多多少钱呢 两个人这样子多二 乘上呢 括号里面六十减三十就是三十 所以这样刚好也是差六十元 有没有发现这两个数字一样 好 所以你就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做计算 那我们之后呢 常常会遇到的一个题目讨论是这样子的 那所以最后呢 如果有五个人去动物园总共付了一百八十元 请问是几个全票 几个优待票 几个大人 几个国小到高中的同学呢 那我们的要怎么算 我们要算的事情就是说 如果今天五个 我们假设一下 若五个都是小孩的话 那我们知道应该是要三十元乘于五十 一百五十元 可是一百八十元比一百五十元多三十元啊 所以在人数不变 我要把几个小孩换成大人 钱才可以加三十呢 刚刚好就是换几个 换一个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发现 你只需要把一个变成是全票 一个大人四小孩 就会变成是一百八十元了 好 这个怎么样计算 记得去看军医上的影片 关键是几兔同龙的问题 其实某种程度就是全票半票的问题 那最后的话呢 大家介绍一下 在军医上面呢 如果你国小学一学 其实几兔同龙的问题 最终它就是一个国中的一元一次方程式的问题 那在这边呢 有很棒的军医跟库克云合作的影片 然后如果大家防疫不停学的时候 也可以去看一看 好 那就先这样咯 好 感谢观看